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 云和,欢迎你收听林全新宇的节目 也很想知道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当然呢,更想听到你的分享和见证 让更多的人因为你的参与而认识神,领受更大的祝福 你可以写信到电台的地址,写给林全新宇的云和收 云就是天上的云,和是江河的和 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呢,提到过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主耶稣在正午的时候,经过一个撒玛利亚村子的时候呢 向这位妇人要水喝 然后呢,就说了那段著名的关于生命活水和用心灵敬拜的教导 我们也知道,犹太人非常的重视他们神选民的身份 怕自己被外邦人同化了 撒玛利亚人呢,正好是犹太人所证悟的 撒玛利亚曾经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 当北国被亚述人占领之后 当地的犹太人与外族人杂居通婚 血统和宗教都不纯正 被犹太人呢,称为是杂种 因此呢,正统的犹太宗教领袖 要求犹太人避免和撒玛利亚人接触 那么,从犹太地去加利利,有两条路可以走 走直到呢,要经过撒玛利亚 绕到呢,则先过了约旦河,在北上 犹太人呢,因为不肯与撒玛利亚人来往 就宁肯多走路,也不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盘 连接触都要避免 当然更不可能用他们的盛水器具来喝水了 所以呢,主耶稣的举动让门徒们非常的惊讶 圣经中记载主耶稣主动打破了种族间的隔阂 曾经有三次亲自的经过撒玛利亚 一次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主耶稣从犹太地去加利利,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在撒玛利亚的叙加城的雅各井旁边 像一个行为不减点的妇人要水喝 也传扬了生命活水的道理 另外一次呢,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中记载的 这次呢,耶稣和门徒路过撒玛利亚去耶路撒冷 那里的人呢,不肯接待他们 门徒约翰和雅各非常的愤怒 就要求主耶稣降下火来,把那村子给烧毁了 耶稣责备这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从这两件事情呢,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不相往来的情景 耶稣的态度呢,也让门徒感到非常的意外 因为犹太人一直像防止麻风病人的传染一样 尽量的避免接近撒玛利亚人 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主耶稣第三次与撒玛利亚人的接触 这次呢,不但是讲话 还碰到一些真的是有大麻风病的人 主就亲自的医治了他们的病 今天的经文呢 出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让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听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高声说 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长大麻风的人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人 那个时候 在巴勒斯坦麻风病传染的十分厉害 所以呢,人们对麻风病人非常的厌恶 避之大吉 我记得我自己在边疆农场的时候 有一次呢,听说连里的一个人得了麻风病 本来那个年轻人健壮活泼 很多的女孩子都喜欢他 可是一听说 他被查出来有麻风病 要送到麻风村去隔离 他一下子就变成了异类 人们都离开他远远的 他想同原来的几个朋友 说句告别的话 人们却大声地呵斥 不许他靠近 又把他摸过的东西 通通的都给烧了 防止传染扩散 后来呢 有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女孩子 也被诊断得了麻风病 哭得震天地响 却没有一个人去安慰他 也没有人给他送行 圣经里说的 这十位得了麻风病的人 一定也是平常遭人的白眼惯了 不敢与人接近 看见耶稣来了 也不敢走过去 而是烹头垢面地站在远处 又舍不得放弃这一线希望 就在远处高声地哀求 祝耶稣的怜悯 主耶稣有恩典 有能力 更要紧的是 主愿意怜悯 听见他们的哀求声 看见他们 淒淒惨惨的样子 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 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在主没有难成的事 他有特别的怜悯 在苦难中哀哭的人 愿意救他们脱离苦难 他们就得了救治 这十个一直受到麻风病的折磨 又看惯了白眼的人 得到医治之后的表现 是怎么样的呢 圣经里面没有详细的描写 我想一定是欢喜若狂 又笑又跳 马上向别人显示 自己和普通人一样 不应该再受到歧视了 他们也可能惊喜的 忘乎所以了 圣经中接着说 那中有一个 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 又服务在耶稣脚前感谢他 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 回来归荣耀于神吗 这一个故事 以麻风病人悲惨的遭遇开始 然后是出人意料的惊喜 十个麻风病人 都因了他们的信心得到洁净 然而最后的结局 却发人深省 其中九个麻风病人 得到身体的医治之后就走了 忘记了主的恩典 忘记了三分钟之前 他们还在受的痛苦 人怎么会这样的健忘 和不知道感恩呢 主耶稣的问话 除了这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 归荣耀于神吗 问得我们心里面惭愧 问得我们心里面发酸 问得我们心里发抖 如果我们就是那 被医治的麻风病人 我们是那九个人 还是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呢 只有这外族的撒玛利亚人 看见自己好了 没有先去向人 炫耀自己的捷径 而是首先想到回头感谢 将荣耀归给神 只有这个被犹太人 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 体贴了主耶稣的心意 他医治我们 赐福给我们 不是单单要我们享受 这些福气 而是要我们学习 把恩典也施予他人 让人人能见到 神的恩典和荣耀 神并不需要我们 报答祂的恩典 但是祂却希望我们 凡事感恩 归荣耀于神 好叫人和神的心怀 都得到满足 主耶稣对那个 回来感谢归荣耀于神的 撒玛利亚人 说了一句话 是另外九个人 没有听到的 主说 起来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这十个麻风病人 哀求主耶稣的医治时 主说 你们去把身体 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 就洁净了 祭司检查他们的身体之后 证明并且宣布 他们的身体洁净了 可以与人群来往交通了 但是祭司查验的 只是他们外表的 肉体的疾病 他们灵魂的疾病 并没有得到医治 他们的罪还在 如果没有主的赦免 他们就得不到 永生的救赎 而那个撒玛利亚人 看见自己好了 马上回来 大声归荣耀与神 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 感谢他 主耶稣就轻声对他说 起来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这撒玛利亚人 在恳求耶稣医治的时候 和那九个人 一样的有信心 相信主能治好他的病 可惜啊 那九个人的信心 直到肉体被医治好了为止 就急忙地奔向人群 享受快乐的人生 而这位撒玛利亚人的信心 却没有到此为止 他能够回来感谢 把荣耀归给神 表明了他的信心 是神的恩典 在人的身上彰显发光 这不是出自于人自己的 也不是人的功劳 知道感谢神 归荣耀于神的人 得到更大的恩典 就是永生 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 亲爱的朋友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想再介绍一段经文 是在诗篇第五十篇的第二十三节中说的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神对我们的要求 是有一颗感恩的心 并且每日将感谢献给他 就是荣耀他 他就满足了 这样的要求 那个撒玛利亚人能够做到 你我应该也可以做到 你说是吗 亲爱的朋友 云和谢谢你的收听 也在这里呢 祝你身体健康 蒙神的祝福保守 我们空中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